来自自由民主的伙伴 立陶宛的所谓的黑兰姆酒倒货 那这黑兰姆酒呢 是中国最怕的滋味 叫民主的味道 中国为了修理立陶宛 要抗议立陶宛跟台湾的往来 定了人家两万罐的兰姆酒 结果呢 人家的船出港才给人家退货 这是极其不道德的做法 那这个黑兰姆酒呢 在台湾的定价是600元 事实上在欧盟 香港新加坡的定价 大概都600 700多 所以台湾相对还便宜一成两成 那中国还要用假讯息来带风向 说中国只卖100多块 那我想中国卖100多块 卖很便宜的东西所在多有 山寨版很多 这个不怕死的去买中国的 那这个是来自立陶宛 自由民主的滋味 叫做黑兰姆酒 那我们拆箱看一下 其实立陶宛的啤酒跟它的酒类 包装设计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给各位公参考